千万听清楚 其实神名字多啊 那是比人还多 你所认识的只是代表性的而已 你看你念佛经佛里面 都是佛的名字啊 没有一个认识的 念到最后这个奥秘德佛认识的 因为他最方便读嘛 你要认定一个给你比较有默契的 你平常要去看看他 打打招呼 没事没事 最好不要有事 你告诉我最好不要有事 为什么 你平安我平安最好吧 但是我有事说你要帮我忙 这样就会叫结缘 结缘是诚心诚意 而不是说看你给他多少钱 不是 如果佛是看你多少钱 他记账这个钱多了 我才去 钱都不去 那就算什么佛呢 不像佛了嘛 可是你平常完全不理他 你到临时找他 他不会理你的 因为你呼叫不叫他嘛 你没有感应嘛 因此呢 我是像我来讲 我从小就跟我妈妈 我们一有什么紧急事情 就喊观世音菩萨 我相信大部分人是观世音菩萨 中国大概两位首富神 是我们名义测验最高的 对不对 女的多半是男的这个观世音菩萨 男的多半是观公 多半是观公 所以两个都姓观 一个观公 一个观音菩萨 对不对 这两个真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首富神 这一点不错 那你要认马祖什么 其实我都不反对 尤其是渔民 大部分是会认马祖的 我意思就是 你平常认电一尊或者两尊 你偶尔要去看看他 平常要去照顾照顾 他才能存活嘛 不然他也不见了嘛 这个神佛一旦没有人拜 连庙都找掉了 我跟你想你去找一找不到了 你要让他存在 到时候你叫他还来得及嘛 我想这是人之惨情嘛 你平常不要老去找找他 但是我跟你保证 你到了紧要关头 你呼叫他 他会来帮你吗 我有太多这样的经验